挽救三宝山运动在40年前 1984年开始 今天出席的很多的我们新农党的同志 都是当时带动这个运动的同志 当时的 新农党秘图长以及小同志带领下很多位 包括当时的中议员来今晚同志 都是在最前线的要捍卫三宝山 1984年当时的保育甲州政府 要产典三宝山 来做一个大型的发展项目 但是三宝山这个山不单只是一个异山 它象征代表的是 马来西亚的历史文化 象征华舍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 这时候 有超过400年的历史 当时我们捍卫三宝山 是决定 今天是证明是正确 就大概10年前 10多年前马六甲也得到这个联合国的认同 马六甲是一个文化遗产的城市 所以马六甲三宝山就是象征 我们的文化遗产 那也是象征华舍 在这个国土 过去几百年来 我们先前对这个国土的贡献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 所以当时 捍卫三宝山运动 得到 全马各地 华舍的认同和支持 当时我们发动一个 环旧三宝山 基金 我们则发动 一人一块 除了 24162块 当时2万多 也不少 这个是40年前 过去 4年来 这笔基金 都是在行动党的特别的戊口 所以每一年我们的代表大会 我们都有呈现这个报告 给我们的代表来去 检查 所以当时的24,400年后 今天 单单利费有差不多 7万零级 所以总共的这个顺务 是97,447块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笔钱 把这笔款项 97,447块 每一块 每一毫 我们都给回 青鸿亭 警示会 好不好 这个代表 也证明 行动党 我们管理我们的这个 反向 特别是公众的反向 我们肯定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不明 让每一分钱来着公众的钱 我们都要给回 我们的 公众的用途 一分钱都不回党